为了复苏经济 西竹市政府最近宣布 针对市政府委外营运单位 市政府都会减收3月到5月 为期3个月50%的促餐案件权利金 土地租金 希望尽力减低对厂商营运的冲击 因为受到疫情影响 所以我们西竹市政府有些市场 或者委外经营的一个团体 都会受到这个疫情的严重影响 所以影响到他们的生意 所以市政府也推出了很多的纾困的一个措施 来减少这些摊商的一个负担 所以就如同市长所提到的 每个摊商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 所以我们市府针对工友市场 和动物园的营运厂商 寄出了租金的减免 那总共大概有2000家的摊商 业者受惠 这一波受惠的厂商 包括了艺文单位跟工友市场零售摊商 像是新竹市将军村 就是其中一个受惠的单位 那这次的话呢 我们就再针对 因为要度过这个疫情的寒冬 我们再针对3到5月份的土地租金 跟权利金都有降租50% 对就是让那个 委外的这些厂商能够 更好的来度过这个困难的疫情 这波疫情威力惊人 打乱了不少社会的经济活动 如今疫情逐渐得到趋缓 政府单位也努力给予协助 希望让厂商可以撑下去 度过这次的危机 凯博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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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